多名傷患躺在病床上 被送往醫院急診室 15號晚間加一遙境活動 發生爆炸意外 造成17人受傷 到現場的時候 已經有看到有多名傷者 那我們就陸續減傷 然後將這些傷者 分流送往加一市的 五家急救責任醫院 救護車送醫的人數 總計是17人 那現場也陸續有傷者 他們自行由家人送往醫院 加一市消防局表示 17名傷者分送到五大醫院就醫 包括台中榮種加一分院六人 深馬爾定一人 加一基督教醫院四人 加一陽明醫院三人 布立加一醫院三人 傷者當中大人小孩都有 年紀最小的只有兩歲 傷勢包括燒燙傷撕裂傷 甚至有三四歲的幼童 無法走路 被抱著上救護車 那這個是人為的還是意外 目前是有了解的 目前我們還在 還在觀察宰中 至於爆炸原因 眾說紛紜 有民眾說是發電機故障 產生爆炸 警方也不排除是人為因素 詳細原因仍在調查當中 當務之急 是要確保所有患者安全無餘 華視新聞 陳建邦 陳知學 陳曉琪 嘉義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見 明天下載 全世界大學的電影 全世界大學的電影 剛才被給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